和尚是佛家弟子 按理说应该吃斋念佛 打坐诵经 清心寡欲 一心向善 但是不是所有和尚都能遵守这些清规戒律的 在北宋时期的林景寺 有一个和尚法号了然 虽然已经出家 却不遵守寺庙的清规戒律 而是吃肉喝酒 无所不为 最后和尚竟然索性住在了妓院 偷了一件上房和一个妓女 那个妓女名叫李秀奴 长得千娇百昧 发起甲来迷死人 不过烟花女子哪里会有真爱 更何况了然又是个出家人 所以李秀奴不过是逢城作息而已 但是了然和尚却假戏真作 对李秀奴动了真情 打算还俗之后拘李秀奴为妻 不过理想和封嘛 现实很骨感 合上来的时候没带多少钱 又是包房又是吃花酒 早就花得差不多了 最后他交不起房租 被老宝子给赶了出来 了然迷恋李秀奴如花似玉的身体 不舍得走 但是妓院里的护院大汉将了然一顿臭揍 打出去了 在此期间 了然包养的妓女李秀奴不但不帮了然说话 还在一边刻住瓜子取笑了然和尚 死秃驴 没钱装什么大爷 老娘才不会嫁给你这个穷鬼 了然遭死侮辱 又气又恨又痛心 他拿着剩下的散碎银子 到路边吃了一顿酒肉 买了一把杀猪刀 喝得半醉 然后趁着酒精儿 又到妓院 趁人不注意 用刀将李秀奴捅死 砍得血肉模糊 之后了然和尚扔掉刀子 坐在李秀奴尸体旁边哈哈大笑 然后又哭了起来 直到被文讯赶来的差人逮到了县衙门 县衙门右上报到了周郡 当时大文豪苏东坡是当地的郡守 负责审理这个案子 命人将了然和尚押解到案 苏东坡看见了然和尚一副生死有命的样子 说 你这和尚 杀人是要砍头的 出家人为何如此凶残 了然和尚不说话 只是挽起双袖 露出手臂上的刺青 让苏东坡看 苏东坡看见和尚左右手臂上各自这一行字 左手臂上的字是但愿同生极乐国 右手臂上字的字是棉交金是苦相思 苏东坡看了又气又怒 笑道 既然你如此痴情 本官今天就成全你 于是命人打了了然和尚五十大板 叹处和尚杀人属实 理应顶命 结案之后 苏东坡气性难消 又写了一首踏沙行词来嘲讽了然和尚 这个秃奴 修行刻煞 云山顶上十斋戒 云从迷恋与楼春 纯一百结魂无奈 独守伤人 花蓉粉碎 空空今何在 必尖字道苦相思 这回还了相思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